這個地方 你想看三百年前育勇而來的時候是什麼 銀木如未毛 顏織累葉啊 這邊是森林啊 那台灣百合 為什麼被人家稱作象徵台灣人的精神 因為去登山的時候常常看到台灣百合長在哪裡 長在絕癌峭壁上面 對不對 所以想說在這麼艱困的環境下 可以開出這麼漂亮的一朵花 那跟我們台灣的精神是一樣的 那事實 舊生態的角度並不是這樣 因為台灣百合他需要比較多的陽光 他需要比較多的陽光 所以在絕癌峭壁上面呢 為什麼沒有大樹擋到他的陽光 因為大樹要長大的時候 還來不及長大就崩掉了 所以在絕癌峭壁上面 因為沒有大樹 因為崩塌的關係 所以台灣百合長在這邊呢 他就可以享受到比較多的陽光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台灣百合他的底下 底下是鱗筋 這個鱗筋 這個鱗筋 這是另外一張折葉的背面 這是之前找學生做的 我給你們的是另外一個版的 這個鱗筋就好像我們常常吃的洋蔥跟蒜頭 如果你有印象你把洋蔥不小心泡到水會怎麼樣 會爛掉對不對 所以台灣百合他必須要長在排水良好的地方 所以你在看山坡地看到那個台灣百合他的長的地方 大部分都是碎石穴 碎石穴一樣他吸水不是那麼的良好 而且排水排得良好 那我這幾年在做這樣的生態教育的時候 有些學員剛好拼一半 他就很高興的拿回去種百合 然後過了一年之後就來跟我抗議了 我種了百合死掉 我在想說台灣百合生命這麼強 你還可以把它種死 就好像你養蟑螂可以把它養死一樣 怎麼那麼厲害 然後我說你怎麼你怎麼種的 他說你告訴我說台灣百合很怕水啊 所以我就很少給他澆水 我說怕他要排水良好 他需要的是排水良好的環境 他怕泡水並不是你不給他澆水 你應該去改變他的戒指的環境 所以種台灣百合最好的 如果你要種在盆栽裡面 那什麼樣的戒指 他的排水會良好 就是沙子 所以你要種的話 就是土壤跟沙子一比一 那這個台灣百合會長得很好 那我們再繼續往上看 就是看一張圖 就是台灣百合的 那五年前呢 楊國珍老師 他看到這三萬多坑的台灣百合 他就出現一個問題 以人類的族群 他能夠從過去一直蔓延到現在 傳承到現在 他是有一個重要的 就是他必須要能夠世代交替 老人走了 小孩子要能夠取來 這樣OK嗎 一個生物的族群 必須要一代一代能夠傳下去 他才能夠維持這三萬多顆的族群存在 所以他在想說 如果過去的這個 包括氣候或者是過去的資料呢 大陸山應該是森林 所以他在想說這個台灣百合應該是人為引進的 就人為去種的 如果種了這三萬多顆的百合 假設他剛開始在漲的時候 他不小心拓展出去 就是代表他的 可以一代一代的傳出去 那一代一代的傳出去很重要 誰幫他傳宗接代 誰幫他傳粉 如果沒有傳粉者的話 你種了台灣百合 他可能就活到這一代 如果這一代只能夠活十年 十年完之後就沒有了 所以他就在想說 誰幫台灣百合傳宗接代 那時候就開始抽絲剝繭啊 你知道我們的花 可以分成兩個類型 一個叫做淺盤狀的花 一個是管狀的花 那花跟昆蟲是共同演化的對不對 那這個淺盤狀的花就好像是梅花 我們就打個比例就梅花這種淺盤的 那管狀的花就把它當作這個 百合這樣的喇叭花 那淺盤狀的花 它是吸引什麼樣的昆蟲 短嘴巴的 那什麼樣的昆蟲是短嘴巴 蜜蜂還有呢蒼蠅 蒼蠅也會傳粉啊 那長嘴巴的是什麼 蝴蝶 所以蝴蝶跟蜜蜂 它是為不同的傳粉 為不同的這個花來傳粉的 所以呢 那時候就在找啊 台灣百合它的花是這樣子 如果蜜蜂跟蒼蠅進來的話 它吸完花蜜之後就走了 它不會碰到它的熊蕊跟蜘蕊 所以我們就在想說 那蜜蜂跟蒼蠅應該是小偷 它沒有辦法幫它傳粉 然後就在想 那它應該是吸引 嘴巴長的 這一個就是像名偵探柯南一樣要破案對不對 我們先找到應該是吸引嘴巴長的 第二個呢 它的花是什麼顏色的 白色的 那晚上的時候會發出香味 那它是吸引白天還是吸引晚上的 為什麼 因為如果不是白色的話 那個花如果是紅色的話 晚上看不到 白色的花在月色之下才看得到 那這跟什麼 這個白色的花它是吸引它的傳粉者 跟它的花色是有關的 跟什麼 跟你現在為了要去採集昆蟲 你照著這個燈 讓這個鵝過去的趨光性 是有關的 是因為在晚上月色的時候呢 這個白色的花照到月光 它會很清楚 以至於說這些鵝類呢 它就會被受到吸引 然後來去幫它傳粉 或者採集它的花蜜 所以呢 這個花 應該是吸引晚上的昆蟲 也是說 以前我們聽到的鬼故事怎麼樣 鬼一定是白色的 因為鬼如果是其他顏色的話 你看不到你也不會覺得害怕 所以鬼故事一定是 那個鬼一定是白色的 同樣的道理 那你再來看 這個熊蕊 在池蕊的後面 池蕊在前面 那把這些 線索抽絲剝繭之後 就只剩下什麼 只剩下去看 只剩下去看 所以那時候我們的那個 溫俊傑溫大哥 就已經想說 老師都已經講得那麼清楚了 只剩下去看 它背著帳篷 它就要去那邊觀察 就沒想到第一天 它就看到了 就有一隻 蠶惠天鵝這一類的昆蟲 就接近了 然後呢 它的嘴巴居然有將近15公分長 然後它要去吸這個花蜜的時候 還要把這個翅膀往後折一下 它才能夠吸到這個花蜜 然後這個折的這個位置呢 剛好它的胸脊就打到它的熊蕊的花藥 那剛剛不是講說熊蕊的花要比翅蕊還要短嗎 為什麼它要長成這樣 因為它可以避免它的花粉掉在自己的柱頭上 造成製花瘦粉 所以當這個乾薯蝦的天鵝過來的時候 它吸一朵花的花蜜不會薄 它必須要吸其他朵的花 然後它要吸好幾朵才會薄 所以當它拜訪這一朵吸完花蜜之後 它又去拜訪另外一朵的時候 它的胸口上的花粉會先打到另外朵花的柱頭 就造成一花瘦粉 然後溫大哥就很高興的 就還把這個這個採回來 然後鑑定都出來了 結果楊老師我就說 老師常常講一些他做不到的事情 然後就問溫俊傑就說 你都已經知道是乾薯蝦和天鵝了 那乾薯蝦和天鵝的生活 他怎麼來怎麼會有乾薯蝦和天鵝 你要去追啊對不對 你已經知道傳粉者是乾薯蝦和天鵝 那大陸山的乾薯蝦和天鵝怎麼來的 結果就講出來的 然後溫大哥又跑去了 又去查 乾薯蝦和天鵝 因為他的腹血的地方呢 的紋路很像什麼 很像蝦殼 所以因此命名而來 那乾薯呢 乾薯是因為 他的幼蟲的食草是乾薯 所以他趕快就跑去大陸山上面呢 問這些種地瓜的農夫 你認不認得這個昆蟲 結果那個農夫一眼就認出他來 這種糖我看不見了 路由四 為什麼 因為他是吃地瓜的蟲 那叫做駭蟲 對農夫來講是駭蟲 所以他們要噴農 要把它噴死了 這幾個環節裡面 那我們來把它做一個拼湊 做一個拼湊 為什麼大陸山這邊會種地瓜 因為他是一個台地 因為他沒有灌溉的水源 如果有灌溉水源 有肥沃的地方 他就種生產的糧食 主要的糧食 他沒有灌溉的水源 那再加上他瓶頸呢 我們就種一些叫做漢田 漢做的田 剛剛我有講漢田 什麼叫做漢田 漢田他沒有灌溉的水源 他必須要看天 看天下雨 所以又叫做看天田 那大陸山這邊的地瓜呢 他是牽插的 他是四月份牽插 九月底採收 我再講一遍 有住大陸山的人嗎 如果你有印象的話 四月份牽插對不對 九月底採收 各位翻到生態氣候圖 四月九月 四月九月 原來我們的 先民來到大陸山的時候 他已經有生態氣候圖 四月份牽插 九月份採收 跟我們現在大陸山上面的地瓜 牽插跟採收 就是跟生態氣候圖 整個結合在一起 這是一個 第二個呢 因為大陸山這邊呢 他是歷史層 排水良好 所以讓台灣百格的林金 不會泡水 第三 因為大陸山這邊火燒 排除了競爭者 讓樹沒有辦法長起來 就跟崩塌一樣 他可以享受到 比較多的陽光 第三呢 就算他長起來 剛好什麼 剛好有 三十五下的天鵝 來幫他傳本 讓他才能夠解果實 第四呢 剛好呢 大陸山這個地方 是看天田 要種地瓜 不然的話 他的幼蟲 還沒有辦法吃到他的食場 這要講什麼 這要講說 大陸山這邊會出現台灣百格 是天時地利人和 也是陰錯陽差 剛剛講的每一個環節 如果有一個對不上去 台灣百格就不會在了 那為什麼要講這個 因為剛剛講的這個 台灣百格的這九張圖 其實就已經把大陸山的生態講完了 剛剛講的這九張 就已經把大陸山的生態講完了 這樣的一個故事 那 那個進行環境教育其實 要用很多種方法 所以呢 最困難的其實就是畫繪本 所以我有一次呢 我就想說 在大陸山這邊要進行環境教育 那就帶了學生要去畫繪本 包括反國光石畫的時候也去畫繪本 然後我們那些學生就在講說 糟糕我們又不是那個美工的 這些好像很困難 那我就跟他講說 沒有關係 因為我聽一個畫家在講 那個他就跟我講說 藝術的真替 叫做真扇梅 那真要擺在第一 所以我就簡單的畫了這個繪本 就到學校裡面去談這些 讓小朋友能夠去 去知道大陸山的這些故事 那這裡面呢 就是把這個台灣百格有沒有 我就去告訴小朋友 台灣百格的種子是一個 有薄膜的會飛的這樣的一個種子嘛 然後我就跟小朋友講說 你不要小看這個百格的種子 裡面有那個密碼在裡面 這個密碼 他會飛出去的時候 就告訴你要保護環境 那第二個呢 就把這個乾薯加格天人的故事也放進去 那乾薯加格天人也過來幫台灣百格 去告訴人類不要破壞環境 那乾薯加格天人他是晚上出沒的 他具有一個特異功能 他可以進入到人的夢鄉裡面 然後進入到人的夢鄉裡面呢 就讓人做夢啊 怎麼奇怪 大陸山怎麼都被破壞掉 怎麼會開著這個路 很奇怪 然後他們就到現場去看 最後人就開始反省 看到台灣百格 你知道台灣百格 很多這個自然生態的愛好者 說台灣百格是什麼 是最懂得感恩的植物 為什麼 因為他的花苞呢 是朝下的 他結成果實的時候是朝上的 因為他要開始這個開花結果的時候 要先感謝土地 跟感謝上天 然後再傳中接待 所以這個畫 繪本裡面 這些人看了這些台灣百格 他就想說 大帝是我們的母親 我們不可以忘本啊 然後最後就和好了啊 然後就變成這個 森林就變得非常的快樂 那這個是講給小孩子聽 那也就是跟各位講說 回覆到剛剛你想的這個第一張圖裡面 我們現在在進行這個環境教育 或者是來山林書院上這些課 最重要的 我們到底對我們自己的家鄉 我們的故鄉 我們的生活的環境 還記得老師跟我講的一句話 就是認識植物要從哪裡開始 同樣的 我們要守護環境要從哪裡開始 要從自己的家鄉 自己的家園開始 然後你要認識要跟土地 這個整個結合 這個整個結合也要從這樣的家裡 從家鄉開始 明天 明天 我就要請大家幫個忙 幫個忙 我明天呢 有開一個記者會 因為我跟陳老師講說 我們很難得大家去現場 華南路剛剛看到的那個現場 然後他要開6米 他結果開成13米 我還特別去量 我們來看一下 這條路 這是那一天 我去量的 你看我還帶著這個 這個布子去量 帶著這個布子去量 然後這個是環坪是6米 然後環坪委員說 因為這個道路的開發 緊鄰著300公尺旁邊的華山路 所以他只同意他開6米 然後你看啊 這個路有沒有6米 你覺得這個路有沒有6米 超過6米 超過6米耶 超過6米耶 那你知道依據環坪法 第17條就是說 你必須要依照環坪的結論去做開發 然後第23條說 如果你違反環坪結論的話 你違反環坪結論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你違反環坪結論 每天可以罰30萬到150萬喔 每一天罰30萬到150萬喔 每一天罰喔 每天罰 罰到你如果還不改進的話 開發單位的負責人 要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這個開發單位是台中市政府 負責人是胡志強 這是很嚴重的事情 這個是等於是說 今天明天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看到的是一個政府 它在做一個公共工程的時候 它是讓整個社會失去的信任感 這裡的森林有死虎 有一級保育的動物 那你就想想看 今天在惠文高中 如果他們的池塘出現的櫻花 勾吻規會怎麼樣 馬上惠文高中被化成自然保留區 然後這邊就很轟動 然後整個就封鎖起來 就要保護它了 但是我們的這個死虎 比中國的熊貓還少 你也知道這裡的設定很重要 但是居然把保安林解編 然後去開了這條路 開了這條路呢 環評委員就是 就是要做一些 有些就是覺得是鄉院啊 既然你要開了 我也不好意思反對 我就講 那就開六公尺好了 就開六公尺 它開成十二公尺 結果社會 只剩下我們在講啊 像張子健老師 之前那個 蔡家陽老師去那個反駁光石化去台北的時候 你知道 台北的這些環保署官員怎麼樣對待環保團體 他說 你們代表民意嗎 你們才三個人 你知道旁邊那個遊覽車坐上來的 他們才代表民意 同樣的 這個抗議的人就只有我們很少了 所以我就想說明天我們去的時候 希望大家能夠幫個忙 幫個忙 你可以作為參與者 也可以作為旁觀 就觀摩者 都可以 都可以 那 今天晚上的時候呢 我就會發給每一個人 一個明天的道具 那我在這個 這個Facebook放了這個活動的時候呢 有些人就說 你們去華南路要幹什麼 戴著面具好像要去做摔腳 原來我在看 明明我覺得很有趣的石斧怎麼變成日本摔腳 好沒有關係 就明天的時候 我們就是會利用一些時間 我有給大家 記得行錢通知 請大家帶蠟筆 有帶蠟筆來了嗎 有 那 我來講 這個石斧 你只要重點畫出來 其他你怎麼畫都沒有關係 石斧 它跟貓有什麼不一樣 額頭前面是兩條白線喔 所以你在怎麼畫的時候 這兩條白線要留下來 第二個呢 它的眼眶是白的 第三呢 剛剛我剛剛講說它後腕是白的 你沒有看到後腕 所以你在畫這個面具的時候 請你把額頭跟眼眶的白線要留下來 那它就是一隻石斧了 那你看到的那個新聞稿也給大家了 新聞稿也給大家了 內容我就不再多說 那等一下下課的時候 你就可以到前面來 每一個人拿一個面具 然後你面具拿著 或者我們在傍晚吃完飯的時候 你有空的時候就可以開始著色 那明天 我們到現場的時候 你可以 很大方的來當一個 真的是來保護我們的森林的這個參與者 你也可以拿著相機在旁邊 幫我們做紀錄的觀摩者 或觀察者 或者是做一個文字的紀錄的工作者 我們都需要這兩種人 有人去幫我們拉布條 有人在旁邊幫我們做紀錄 那明天就看大家的想法 你想要擔任什麼樣的角色 你就擔任什麼樣的角色 但是每一個人都可以送你一頂面具 面具要自己畫 面具要自己畫 那 再回到大陸國小巷 對小孩子的環境教育 我要講什麼 菩薩眾英 世人為國 我們有時候在看這些環境的破壞 那這些都是你看到的結果 那我們在辦這個三年初月 希望真正的從最根本的原因就是 因為我們生活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人 對我們自己的家鄉 對自己的土地不認識 所以我們從小孩子 從大學生 從社會人士 從你現在在進行教育工作的老師 我們用不同的教學的方法 不同的營隊 不同的班隊 我們希望讓你來了解我們台灣這塊土地 這些孩子在八九年也都會成年 時間會過得很快 環境教育是一種價值的教育 要從小培養 不要小看這些孩子 十年後他們也會是守護台灣土地的建議 同樣的也很感謝今天 或者是1月26號大家也能夠來 在座的各位 我相信是能夠改變台灣的一股很重要的力量 而且是很良善的力量 那我也祝福大家 希望大家能夠為我們台灣未來的這個良善 建立良善的土地倫理環境價值來共同努力 謝謝 那我們就休息十分鐘 下一場就是